有嗎? OK喔 那我們接著繼續再來介紹 我再把我的畫面稍微切換一下 我們剛剛透過一個簡單的練習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錄製這個簡報的教材的話 我就直接把簡報打開 直接按左上角紅色的按鈕 直接就可以去錄製 那錄製完成之後你的簡報檔存在哪個地方呢 他就會在那個地方自動的產生一個專案的資料夾 那裡面會有一個index.html 可以讓你去預覽你剛剛錄的內容 錄的內容 好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 其實就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錄製的動作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再修改的話 我今天如果說我錄製完成之後 我可能剛剛講到了 第3頁第4頁 那接著我要繼續再錄的話呢 沒關係你就繼續按 他就會接續錄下去 我就直接再按 好那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Pawken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常見的數位教材 包含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呢我們也可以去把一些 註記的部分 加上一些註記啊 好這裡 簡報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章節剛剛有提過可以重複去使用 聲音的錄製 要注意的事項 位置 角度 還有我們視訊的光源 這個部分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註記的一個功能呢 去加上一些 說明 加上一些說明 那這個 一樣完成之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 再按ESC 這裡呢 會有一個選項叫做 如果你用使用 PowerPoint裡面的註記的功能的時候 當你按ESC的時候 他會問你 要不要保留這個筆跡啊 那要不要保留 不要保留啊 基本上就不要保留 因為你剛剛所 畫的這些內容呢 我們已經利用PowerPoint把它給錄進去了 那如果你現在保留的話會破壞到你原本的簡報畫面 所以呢這個就不要保留就放棄啦 就直接放棄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要注意 那一樣我現在呢 再看一下 這個 有沒有加進去 再預覽一下 OK 這就是後面 接序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去接序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直接啊 就去使用 就去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直接接序錄製 OK 這個我們剛剛接序錄製 然後我們章節剛剛有提過 好 那我們剛剛提過 在這個地方啊 除了就是聲音的部分之外呢 影像 也是我們在這個 錄製的項目的裏面 最主要的要項裏面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要在我們的簡報裏面 錄製的內容裏面呢 去加上影像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回到我們的簡報 剛剛有提到 當你安裝完成之後 會有一個Evercam的一個標籤 點選過來 點選過來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叫做設定 你可以直接點設定 好 點了之後呢 他就告訴你 他正在檢查 檢查 然後檢查完成之後呢 左上角 再切一次 這樣 這樣 好嗎 OK 好 那在左上角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有一個 講師的影像 所以我把它勾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現在呢 就是抓到我現在的Webcam 拍的一個內容 所有畫面就在這裡 然後呢 解析度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支援到 最高320x20 其實就還蠻大的 如果看老師的樣子 其實就還蠻清楚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任意的挑選 你想要的一個解析度 好 那聲音的部分我們剛剛已經有了 完成之後呢 直接儲存 好 直接儲存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再來做一次錄製的部分 一樣 接續錄製就好 所以這一次啊 我在錄的時候 連我的 視訊的部分 都會錄進去 都會錄進去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當你今天開始使用這個 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要注意了 你這個聲音其實還好 那當你加上影像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提過 Webcam要注意要放在哪裡 放在你的正前方 因為你要看你的簡報講話的時候 你不能用 余光來看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直接把它放在你的正前方 那你在看的時候 你的畫面才錄進去 所以你當你今天如果在錄你的簡報的時候呢 比方這個地方 我們告訴你 這個常見的這個數位教材的這個製作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著你的鏡頭來講話 那你在錄製的時候才不會看到就是很多眼白的部分 這樣看起來會很奇怪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呢 開始用Webcam的時候呢 請你把你的Webcam 放在你的正前方 那利用眼睛的余光來講解你要的簡報內容 這樣才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才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好我現在把它停止掉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錄製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幾個要注意的重點 我們不要錄完之後 整個都錄完之後才發現說 根本沒有我們要的內容 然後呢 又要再重新再錄製一次 那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 我們會發現 其實 當你今天在錄製的時候呢 這樣的效果 其實是不好的 第一個光源不夠 因為我們現在 沒有辦法打光 所以 臉呢 不夠漂亮 另外一個是 我眼睛其實在看的時候 如果說我沒有把它放在正前方 其實這看起來根本我眼睛 眼白很多 就很奇怪 然後動來動去的 也不知道在幹嘛 搖頭晃腦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Webcam 放在 正前方 然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 習慣 練習 一開始可能不習慣 你要開始去練習就是 對著 對著鏡頭講話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畫面 喬到正前方的 然後開始 對著 鏡頭講話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開始用Webcam的時候呢 那麥克風我們剛剛講 不太適合用這種手持式 或者帶那種耳麥的嘛 耳麥也不好看 聲音也不好看 拿著其實也不好 不方便 所以你就用這種 腳架式的麥克風 直接就直接這樣講 才會比較漂亮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這種 很醜的經驗 我們就 用我來記得就好了 老師回去的時候就可以直接 把它調整成 最適合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 真的會在 老師錄製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那 還是會有老師告訴我們說 可是我還是不習慣 還真的是不習慣 看到自己的 影像出現在教材裡面 還不習慣 還不習慣 那 我們也不勉強 就剛開始 不習慣的時候 不習慣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如果一開始 不太是 不太習慣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設定的地方 設定的地方 我把這個勾先取消掉 它其實除了影片之外呢 它也可以放照片 它也可以放照片 怎麼放照片 你是直接去點 它沒有特別去 寫那個內容 其實你要特別去 注意看一下就是 我直接點左鍵在這一個圖片上面 然後它就出現錯誤的訊息 這是怎麼回事 看來我們這個管制的很嚴格 例外的狀況 它可能有把一些Java的 元件 給關閉掉了 我把廣播關掉它可能就錄不到 我把我的廣播先暫停看看 看能不能按得出來 也不行 被擋掉 不讓我換照片 再把廣播打開 快速高效 我不能換照片了 你看它強迫一定要錄影 正常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點 點這一張 它會跳出一個選擇 其實就是選自己的照片 那等於就是你可以選取 瀏覽你就直接選一張你的大頭貼 或生活照 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地方就可以讓你去改照片 不過我現在秀不出來 因為被擋掉 等一下老師可以按一看 會不會之後我的電腦這裡是被擋掉 這個就有點 也不行對不對 也不行嗎 奇怪 被擋掉 問7 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這個我們之前也都在問7裡面用的 這問7是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我notebook也有裝問7 好 沒關係 這個系統的問題 我們先不研究 所以 改照片是從這裡改 改照片是從這裡改 這怪怪的 好吧 那既然不能直接改照片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剛剛可以直接從我們的簡報做錄影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等一下切換給老師的時候 如果老師桌上有webcam的 你也可以來試試看 你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今天 畫面縮小 我不是有一個簡報 我不是一個簡報要在這個 做這個教學的數位教材 我今天可能是一個 比方好了 我想要介紹我們學校的網站的一個使用 系統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開起來 我要來講解這個今天 這個行政單位有什麼樣的一個宣導事項 然後在哪裡 然後我想要把這樣的一個 步驟跟說明 錄製下來 這跟簡報就沒有關係了 所以你的教材不見得只能更是簡報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素材 有可能是其他的素材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過 當你安裝完 powercam之後 桌面上 就會有一個執行的 快捷按鈕 直接點兩下 然後告訴他 我要新增一個專案檔 這個專案檔我要存在桌面 存在桌面 然後什麼名字呢 你可以自己任意的命名 任意的命名 比方今天的日期好了 2013 好 儲存 確定 當我按一下確定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方 在我的螢幕的上方 這裡會出現一個 Powercam的一個工具列 被擋到 我把它移過來一點 這裡就會看到一個Powercam的工具列 然後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有一個紅色按鈕 所以如果你的教材 素材 不是屬於簡報的話 請你先自己建立一個專案檔 然後看你要存在哪裡 那我就可以直接按下這個紅色按鈕 像我剛剛講的 開始錄影 然後告訴他 現在 我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這一次 中華科技大學 要宣導的某一個事項 然後在行政單位裡面的 生活 課外 活動 指導組 然後可能有這樣的一個 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有注意的一個事項 活動的說明的內容 等等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就做了一點說明 完成了 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到上方工具列的地方 這裡會有個結束的按鈕 方形 剛剛是圓形 現在是方形 你就可以直接結束 完成 好 標題 之後可以改 所以你不見得一定要現在打這個標題 之後還可以修改 完成之後按下確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呢 在我的桌面上呢 也新增了一個我們剛剛這個專案檔 一樣裡面會有一個 index可以預覽 所以我們剛剛錄製的內容 我剛剛沒有把我的影像關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把桌面錄影的部分錄進去 生活 另外 活動就可以錄製進去 那 以後老師一定會常看到這支筆 這支筆是PowerCAM的政治標記 基本上我們就是用它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很清楚的知道你現在要告訴它是在哪個位置 所以你的滑鼠呢 在用一幕錄影的時候 滑鼠不要亂動 就是 它會變成一支筆 所以你要放在你要告訴學生的那個焦點的位置 那個焦點的位置 OK 現在是狂起 你就可以直接結束 好 那你說好那我錄完這一段 接著我可能要改一下設定 我剛剛那個 WeberCAM又跑出來了 要改一下設定 所以我們再把它執行出來 剛剛我們是從我們PowerPoint裡面 那個WeberCAM的標籤裡面去修改的 那現在呢不一樣了 沒有那個標籤那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紅色圓形按鈕旁邊 會有一個設定 向下箭頭裡面會有一個設定 所以這裡呢跟剛剛看到那個設定呢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果然是打勾的 所以我剛剛的video就被錄進去了 所以這裡我可以取消 我就可以直接取消 點了 這一次可以選了 我可以選其他張 160×120 這個還要再找一張小張一點的大頭照 來做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所以 這地方呢 我們一樣就可以 透過旁邊這個向下的箭頭 來做修改 來做修改 有個設定 可以做這個修改的動作 好 那一樣我現在把畫面呢 再換給老師 然後呢 請你這一次呢 我們就把那個PowerPoint呢 關掉 我們回到桌面上來 隨便你要講什麼 你就用你的這個新增的方式 新增一個專案檔 把它結束掉 我們再看一次喔 先執行它 現在跟PowerPoint沒有關係囉 先執行它 然後新增一個專案 然後你可以存在比方桌面上面 隨便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確定 確定之後上方會出現一個 工具列 按紅色按鈕可以開始錄製 那看你有沒有那個webcam 如果有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畫面呢 錄進去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把你的畫面錄進去 如果沒有你改一個這個照片也可以 然後儲存 開始錄製 所以 請老師這個地方可以練習 這一次我們不錄簡報了 錄桌面 錄桌面 你要介紹什麼都可以 你要介紹什麼都可以 我把畫面換給老師 我把畫面換給老師 開始 感谢观看